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 5月23日2020年 今天是星期六來的 大家好 早晨 今天 是我們的第3節 早上的第3節 也可以叫A3頭條 這個角度 大家可能會覺得 哇 又是說這些東西嗎 不是的 因為這次的角度是有一點就要看我們 今年9月份立法會選舉 今天說起立法會選舉 以及這次我們這個 最大輸家 我們也要跟大家說說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PayPal已經是成功開回了 歐美朋友 或者澳洲 紐西蘭的朋友 都可以 給我們 好 我們講講 這次 整個國安法 我們認為最大的輸家 應該就是香港的 傳統左派 建制派的 這個 有參選的建制派 包括民建聯 工聯會 經民聯 28 那為什麼呢 人們會覺得 自己 自己鼓舞士氣 圍爐取暖 人家怎麼會輸 大家想想一下也能夠想到 如果你用選舉的角度來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北京這次 這樣走這步棋 基本上 完全是放棄了9月的立法會選舉 沒錯 甚至乎可能他那個 大數據計算還是小數據計算出來 立法會選舉是死的 所以不要管了 不如就這樣吧 你的立法會選舉也輸了 立法會殺害控制 不如我用人大來幫你立法吧 原本的邏輯就是這樣來的 沒錯 但是這個問題就發生了 如果現在政府 以及中共 這樣的倒行逆施 這樣的處處逼人 接下來這個立法會 包括功能組別 我們也很大機會是過半的 本來我覺得 是困難的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有點像 區議會選舉 逼多兩逼 真的所有人撲出來投票 是真的 變了 區議會翻盤 還是 但是當日 原本是沒有估讀 原本是沒有估讀 沒有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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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這個立法會選舉 除了直選議席之外 功能組別也有幾個翻盤 原因就是這次 國安法 直接打爛了多少功能組別 直接打爛他們的翻盤 甚至乎 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因為香港沒有了一國兩制 香港沒有了高度自治 沒有了港人治港 所有東西都是 bullshit 現在由國安來香港治港 這樣公然撕毀了一國兩制 公然撕毀了這個基本法 因為功能組別 很多其實是利益團體 對呀 直接是利益團體 他們的利益現在受到極大的侵害 當然啦 其實可能會用 還有其他方法去夾著他們 但是接下來還不可以撕呢 始終也有一個 時間上的 盲點在這裏 就算下個禮拜了 pass了 law 馬上來了 然後馬上有國安來 是不是可以快到這樣呢 始終也是有點困難 國安始終 當他來吧 初到季警 你不是那麼快懂得夾著那些功能組別的選民 說要 投給誰誰誰呢 會不會很快會有很多個山頭呢 這個又說 建制派的 那個又說是建制派的 這個又說不是啊 這個是不知哪個馬房的 那個又 江派的 這個又是習派的 這個又是團派的 這個又不敢得罪 就是會有這些東西走出來的 到時很嚴重的 都是那一個比較獨立的那個 他們說是反對派的 你連選商界的功能界別 都要知道他背後的那條線 很難搞的 不是大家懂得分的 分不到的 那麼所以 我們認為這次 本地的建制派 傳統的左派 民建聯 工聯會 新聞黨 香港 加上這個 經民聯 這群人其實都是沒有運行的 因為你們已經把香港的前途押了 我相信你們業界的人士 沒有可能再相信你們 當然啦 有些界別是不能動搖的 例如鄉議局 其實我們本來也應該是開一節港議局的 鄉黑我也沒有說的 有機會再說 老實說 銀行 銀行就可能動搖不了你的 因為香港現在有那麼多中資銀行 但是其他行業基本上都是 等死的 區議會第一 第二屆就失落了 基本上等於 他們一定輸了 還有 接下來 直選他們也很大機會是輸了很多 我們要 你們做事 現在不是要把香港變大陸 我們下來香港 不回大陸的原因就是 我們覺得香港是香港嘛 雖然現在大家都在說一國一制 但是 又未完全 已經是 未完全是 當然啦 因為接下來 雖然你在基本法下面放多兩份東西 但是前面的條文還有的嘛 而你的立法會選舉也是有的 接下來你9月也要選立法會 明年你又要選位 明年你又要選特首 還是會繼續來的 除非他又再改 其實他是可以改的 附件一和附件二 又再放多兩份 到時再放多兩份是可以的 下次放下來就只有一個字 陰點 好像林彪那樣 寫了黨章 他就是特首 聽到兩個字 林鄭就想 是不是寫著林鄭 是不是寫著我的名字 附件一寫林彪 他說要綁你上去 飛機呀 飛去溫都爾汗呀 香港也飛不到溫都爾汗的 有辦法的 封就開一架啦 導彈飛到嗎 東風那些多少型 東風就不知道飛不飛到 但是 香港可以幫他開一架專機 就飛去那邊的 好像那時候 早前發射長江火箭 不如在香港發射吧 綁他在火箭上面 這樣就上到太空就發灰了 是不是 發射的話就已經發灰了 在火箭發射的畫面 是會噴火的 或者他很成功呢 可能上去之後就用這個 超過每秒11.2公里的速度去飛行 噢 去了熱球變得 上我變得意外 總之我不知道 超過11.2km per second 就可以離開地球的引力 這個N倍音速來的 很多倍的啦 11.2 因為音速是330 m的而已 那好啊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 有空氣的地方你去到音速 其實如果你不是某一個形狀 即是那些音速戰機 其實你是會 給空氣 像一把刀一樣削下來的那一套 哈哈哈哈 我在想 如果是綁著他 我在想 尚俄在月亮呢 就執勤了幾千年了 現在派個月娥上去接班了 是不是 尚俄在月亮上去接班了 基本上已經散了 也不要緊啦 他的血肉 在月球上存在都可以的 當然是 執勤而已 那是有問題的 上月的人才看到一個類似的形狀問題 大家一起指著叫月娥 是嗎 錯了 別阻礙我看月亮 好啦 先回到地球 這次9月份 建制派估計可能 損失的議席 是比他們想像中更加多 而功能組別也有機會翻盤 其實中共 打這張牌之前 他們已經放棄了 他們覺得 反正也輸 管制不了 直接落重藥 但是 落重藥中間有了細節 他們忽略了很多細節 但是 在推他們這個國安法的人 更加忽略了一些細節 因為他們不需要 細節的 因為那些人是未當權的 不是 我說大陸 大陸在想這件事的時候 而香港提出國安法給大陸人大的時候 他們一心想說我可以領工 但是領完這個工 就沒有你份的了 原因就是 接下來 我們剛才說過了 你們是中的agent 你們是小agent 中聯辦這個大agent 也不需要外擁 直接在香港 設立零售點 你們的agent 根本就沒有 這個存在的價值 看看這張 封面照片的這些人物 這次他們 跟格拉底謀是沒有分別的 沒錯 這次他們也是 以上的人物 是徹底 連記招也沒有份啦 幫咪也沒有份啦 政府的記招也沒有份啦 政府會已經是啦啦隊記招來的 他們又沒有份啦 原本這幫人做的啦啦隊行為 被香港政府的官員做了 那麼他們就再退一步做了觀眾了 不是做了觀眾啊 他們現在在場外 現在是啦啦隊的啦啦隊 支持你們支持他 他們現在在酒吧裡面 看著啦啦隊在唱歌的時候 他們在外面也跟著一份 不過是透過這個電視螢光幕看的 阿通這張1.5講的那個 在球場外面也是對的 因為以前那個政府大球場 當爆了的時候 他在外面看的嘛 他在上山看的 他現在開始在上山了 香味我還不知道 他們肯定很明顯 在這個酒吧的時候 透過螢光幕看著啦啦隊的歡呼 他們也跟著一份 本來那個局勢是他做的 現在他沒有了 連在現場也沒有了 就只能夠在外面酒吧 即是再退一線 沒錯啦 那麼 大家都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接下來 選舉他們會輸掉一敗套地 而 在這個 中央那方面 對於他們也沒有需要 大家想想 中央在香港既然可以直接管治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需要一個那麼龐大的花瓶 大家記不記得中國為甚麼有政協呢 就是 八大民主黨派 志工黨呀 九三學社呀 文革呀 那些東西 現在在做甚麼 他不會容許 九三學社有兩萬人的 太多了 只能夠容許你二十人 或者兩個 所以你李慧琼 你多抓就好了 其他人你叫他回家 是不是 太多人了 不需要啊 哪需要那麼多花瓶 你想想 一間屋那麼小 怎麼放兩萬枝花瓶在這裏 不用了 放兩個花瓶在這裏就夠了 其他的花瓶 打爛了 拿去賣 所以 所以 民建聯作為一個兩萬人的黨 基本上 全部的黨員都是靠底毛來的 全部都是可有可無 他本來是沒有那麼多人的 你記得他的歷史呢 他在 03年之前是很少人的 後來 曾慧琼說要 外強則素 外恕形象嘛 他會到處找人 才會找到那麼大的黨出來 問題就是當你 失去了這個作用的時候 不是靠你去賺錢的時候 那又不會需要二萬人呢 當然是沒有了 工聯會可能是傳統左派 工會也可能會留下一個作用 但也不需要那麼龐大 因為現在好像 上面既然能放棄立法會 你們這些位置也能不能拿吧 反正也不打算選舉了 要你那麼多人 為什麼呢 哪有那麼多閒米養你們呢 但是他又不是不想贏 但是他又放棄了 其實也挺矛盾的 應該怎麼辦呢 這群人要問一下 究竟你們的存在 現在還有什麼意義呢 不要緊 輸了他們就是人大又來過 靠人大搞定了 還是可以找林鄭月娥幫忙啊 林鄭月娥不是上年 將那些委任輸了的區議員 全部都給他八萬多元工資 這次怎麼樣 民建聯有兩萬個會員 你看看有沒有 可以安置兩萬人 喔 你就想啦 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他都做了啦 我都要安置我自己 還有一個問題 以前呢 你想想想 以前呢 就有很多人 周圍去那些 走會那裏 然後派卡片 派了整張 好像西索風琴的 很多張卡片 那些卡片黨 那些卡片有的 那些有的就是 那些卡片也要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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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聯辦就要賺好 那問題是 以後還有沒有這支歌仔唱呢 我想沒有了 因為中聯辦總部很大機會給國安部精用 而中聯辦本身呢 可能 全部都要上天台辦公的 都要留下給國安做啦 你肥環境也沒有那麼需要 順手 買奶茶 或者叫下午茶 最多是這個功能啦 我們認為 接下來 也不是完全放棄立法會 我們認為 整個 局勢其實是有很多變化的 因為 他們即使要即時在香港做事 國安啊 或者其他中央的機關在香港要即時執行 其實是有一個難度 所以 現在 去到立法會選舉的9月份 短期內 你可以預計到立法會選舉 和立法會選舉往後一段短時間 還是不會是可以全面控制住的 沒錯 所以呢 我們這個時間其實就不應該放鬆的 甚至乎 在這個時間 基本上 他們 中間的矛盾 才大 你想想 新的權力 掌握權力的人要空降的時候 下面的人 被人奪權的人 其實是會作出很激烈的抵抗 或者未必是很激烈的抵抗 而是說你究竟現在 這個政府的士氣會是怎樣呢 一定很差啦 我們也說了公務員 公務員可能遲些沒有嘲諷 這次已經不是 以往那些 改他們的名字 開他們玩笑 他們現在真的是 墳墓的墓 墳墓的墓 等死的就知道 所以 我們這個分析來到這裏 大家其實一定要那麼多集聽 才可以明白整個脈絡 因為太多那個利益團體 太多那個不同層次的人 是這次的受害者 所以大家也記得要聆聽了那麼多節 這次時間差不多 拜拜